这要买菜不会被人打死吗 当付完钱 女人又以帮老板扔垃圾为由 把刚刚摘的菜也全部打包带走 女人之所以这么神经又抠嗽 完全是因为她那个乱七八糟的家 半神不遂的老爹 每天一睁眼就要全方位照料 分文不正的丈夫 每天除了吃睡就是拉 毫无情绪价值 还有即将高考的儿子 每天毫不上进 光盘算怎么偷懒 全家的经济重担都在她一个人身上 平时 她只能通过参加电视节目的有奖问答 来赢一些奖品变卖 勉强维持生活 然而 那天买完菜一回家 女人就见到了儿子 生无可恋的冲进厕所 这是打儿子学习的后遗症 听到数学就会呕吐 等儿子洗完脸 她立马进去照顾 甚至连马桶盖都要帮儿子掀开 妈 女人这才意识到 儿子已经长大 她这样做的确不太合适 吃饼的女人落寞进屋 送儿子上学的任务就由丈夫负责 而当丈夫回来后 她发现邻居的儿子不怕迟到 居然一动不动 我的天哪 原来邻居儿子成绩优异 根本不用高考 直接被清华提前录取 联想自己儿子一听到数学就反胃 这么一比较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回了家后 女人即将开始新一轮电视有奖问答 折辞的一等奖足足三万 如果成功 别说几个月的生活费 就连儿子的大学学费都有了 见妻子沉浸在喜悦中 丈夫不好打扰 出门就要去考科目酒 因为她想开出租挣钱 不过妻子不想丈夫去当司机 非要把丈夫打扮的人母狗样 赶到军营聘企业高管 但丈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变成妻子安顿老人时 率先一步逃走 正好 撞见了离婚的女邻居 女邻居看到打扮就知道是要去面试 便直接把男人拉进闺房 要把自己前妇的包拿给她用 见女邻居一个劲地献殷勤 丈夫心中又爽又害怕 果不其然 女邻居是另有目的 丈夫只觉得此事有诈 三十六级走为上 谁想刚一出门 就撞上带父亲下楼的妻子 眼前的女人当即发现端倪 抓着丈夫一顿审问 丈夫还没想好应对话术 还好 楼下打麻将地帮她解了尾 好不容易摆脱的妻子 丈夫拔腿就跑 偏偏又撞上一个老熟人 而且她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女邻居的前夫老王 老王素来跟她不对付 而丈夫也是个不服输的人 直接说自己要去金猫大厦 跟老外谈一桩5000亿越南炖的大生意 看牛皮上一秒刚吹爆 下一秒丈夫就被狠狠打脸 到金猫大厦喝咖啡 还带方便面啊 我实话告诉你 中午啊 柯林顿请我吃午饭 曾啊 我还懒得去呢 曾啊 告别老王后 丈夫马不停替来到科姆山 教练给她做最后的考验培训 问她如果先放有一条狗和一个人 那你的车该怎么开 先让狗 你和先 先让人 你应该紧急刹车 你来做啥呢 开车 快离合 挂斩 从手上 开车 结果毫无悬念 她挂了 无奈之下 丈夫只要硬着头皮去大公司应聘 为了找个有面的 她特意选了高科技互联网公司 一进去 她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竞争者太少 坏消息时 她的对手是一个怪物 你对电脑产品懂多少 那又看哪一种电脑 一般超次掌上型单芯片时脉输出电脑 也就是电子表 这个呢非常的简单 我在上学的时候 就常常用它编制编码作业流程 也就是闹灵工程 至于这个多功能虚拟模拟器 这就比较复杂了 这就好似那个游戏机 不过我曾完整测试过许多静态资料的存储单元 也就是说只玩那个卡带过关 人家就像哪吒一样三头六臂 反观坐在一旁的丈夫 简直就是一头二臂 我手下的一个工作伙伴 经常在我的监控制下 进行储存储的那个单晶体 以储化储存之间的信号交换 这就是电脑开机 轮到丈夫时 她已经丝毫不抱希望 不曾想傻人有傻福 尽管的科技一窍不通 但她喝酒却是天赋异病 刚好经理缺一个应酬型人才 与刚刚死板紧张的氛围不同 这里把酒言欢热闹无比 丈夫渐如家境 很快喝倒一片竞争者 然而 等到最后一个面试者和他争第一时 丈夫却傻了眼 这不是早上说要和克林顿吃饭的老王吗 两人看着彼此心知肚明 碍于有面试官看着 他们也不能露馅 索性直接开喝 第一回合是老生长谈的神水炸弹 这对于经常喝酒的丈夫和老王来说 都是小菜一碟 所以两人打了个平手 第二回合 是新鲜一点的泰坦尼克 无论是酒精度数还是含量 都要比刚刚高出不少 纵使老王再怎么拼命 也抵不上丈夫那收缩自如的啤酒度 最终老王完败 有了新工作 丈夫忍不住和妻子分享喜悦 可女人正在电视台参加问答节目 手机并未穿兜里 今天我做几号台啊 做台 这话听得是这么别扭呢 怎么有点像三培的感觉 就让我做四号台好不好 四号台对我的运气特别好的 由于女人每次的稳定发挥 久而久之 整个电视台的都认识了她 这次也不例外 直接杀进决赛 当主持人询问女人 为什么次次都能迎下问答时 女人既是在背台本 也是她的真情流露 因为我每天都要看 大展的报纸和杂志 并且把新鲜的新闻给剪下来 我想观众朋友们非常想知道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呢 当然是超级无敌考考你 哦耶 方方女士啊 听说你的孩子也正在备战高考是吗 您的儿子是不是也看我们的节目啊 他没有时间 他正在争分夺秒 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呢 我期望他过得比我好 什么事都难不倒 一直到老 耶 本来女人的奖品是洗碗机 但考虑到丈夫没有像样的包包 便打算以大换小 用洗碗机换包 因为和主持人混得熟 对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事小来到儿子的学校这边 为了给高考生们来一波动员 老师特意请来了天才传授秘诀 这位天才不是别人 正是儿子邻居这样的天才小孩 小帅能背从小术店以后三千位 是吉尼斯记录的保持者 小帅 开始吧 3.14159268759249548273658 不好 紧箍咒来了 儿子威力翻将倒海 迅速冲往WC 而天才也因为背得太快 一口气没喘上来 差点缺氧死掉 老师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便据你聊聊其他的 让大家玩起了角色扮演 如果你是老师 你会对大家说什么呢 请大家举手发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基本都是冠冕堂皇的虚话 啊 我有可能是老师 但我是老师有点不太可能 主人废话讲完后 儿子仅用两个字 就让大家暖了一整天 下课 老师气愤不已 直接把孩子扣下 数落起他下滑的成绩 数落到一半时 忽然有人送来 下次模拟考的试卷 见最后一张有些破损 老师便将其丢进垃圾桶 这一幕刚好被儿子看到 等到放学后 他强强折返 打算偷走试卷碎片 以在下一次考试里作弊 等到模拟考这天 他早就做好了答案 轻而易举就拿下了考试 学长得意后 儿子又开始在情场蠢蠢欲动 他鼓起勇气 想要想暗恋女神来一场约会 可不知是跑得太慢 还是头脑不够聪明 他每次只能够到女神的背影 直到有一天 女神主动叫住他 想跟他一起看片 儿子兴起若狂 竭力保持镇定 一放学校店连老妈 要买一件价值不菲的衬衫 女人爱自如鸣 儿子提什么要求 他都不会拒绝 他马上到商场大出血 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而在回家的路上 为了奖励儿子的考试胜利 他还特意想买个汉堡 正下赶上汉堡店做活动 只要跳舞跳得好 就能免费得一个 女人马上报名儿童组参赛 还真正因为脸皮厚 他又省了一个汉堡钱 这位母子俩鸡飞狗跳 丈夫那边也没好到哪去 那天面试结束后 他按照约定来到李毅女邻居家 想归还公文包 可对方却拉着不让他走 丈夫停了半天 以为女邻居是想让她当保镖 刚要一口答应 便见到邻居的前夫老王不请自来 一瞬间 三人大眼瞪小眼 丈夫反应过来后刚要走 却被老王抓着小辫子叫个不停 老王一个劲了污蔑他 跟自己前妻有染 想跟大伙讨个说法 丈夫一心想要开溜 可前脚还没踏出门 后脚就听到女邻居的惨叫 不放心的他一咬牙一跺脚 打算回去保护女邻居 丈夫刚想调和他们的矛盾 但却被老王倒打一耙 下一秒 老王恼羞成怒 直见一记段子绝村脚 让丈夫倒在地上疯狂打滚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女邻居 却还在装好人 丈夫声音个不停 好死不死 他老婆刚好回家路过 揣开门进去一看 果不其然 不堪入目 误会的老婆甩帘就走 丈夫在后面追得屁滚尿流 本来这事只要解释清楚就好 但丈夫直难癌 越说越过分 眼看软的不行 丈夫只能来硬的 恰好 儿子又闯了进来 爸我出去一趟 好事被打断 丈夫也不说啥 知道儿子要出去约会 二话不说就给孩子塞了一百块钱 现在那些女孩子 不要太小气 没说去找女孩子 你骗谁呀 爸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爷爷根本不够钱的 小哥 那是因为我爷爷他没钱 干嘛现在我也没钱 这一晚来得太及时 儿子刚好可以在女生面前装装逼 两人从电影院封到电玩城 玩得那叫一个欢 这边的女人和丈夫 也沉浸在烛光晚餐的快乐里 气氛逐渐攀升 关键时刻 却又一通电话打断了他们 原来 老师早就知道了他们儿子作弊的事 特意打电话来提醒家长 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老师故意说的委婉 看车话落在女人和丈夫耳中 他们立刻怀疑儿子是有心理疾病 碰巧 当晚儿子嗨完回家后 忍不住唱歌到半夜 这也更加坐实了得精神病的现象 第二天一早 丈夫就带儿子去看医生 儿子本来很抗拒 偏偏心理医生品味不好 放得个叫人难听到想呕 正好 心理医生引诱他敞开心扉 在此地 你不要有所顾忌 大喊几声也行 说你想做的 疯狂的事也行 儿子便宛如牢八进厕所 那抬手就是糟 在给了儿子一个大笔兜后 丈夫悔恨不已 一想到儿子可能回去跟妻子告状 他就担心得不行 此时 上被蒙在鼓里的妻子正在烧菜 打算等丈夫儿子回来一起大块躲移 可烧到一半 门忽然被敲响 女人毫无防备 打开门后 一把菜刀就这么立在眼前 女人瞄懂 一波操作猛如虎 玉途迟到抢劫的小伙 顿时被感化 别看女人刚刚嘴巧反应快 但事后 她也差点下了尿裤子 丈夫的应酬工作 现在也算有声有色了 不过那天 客户在猜拳时耍花 丈夫点破了对方 让客户下不来台 于是客户将她的公文包 丢在地上泄愤 丈夫瞬间血怒叠满 因为这是她老婆 打提给自己换来的 你可以侮辱我 你为什么要摔我的帮子 你为什么要摔我的帮 为什么 她因为这样一闹 生意是彻底黄了 谁曾想 这客户不走寻常路 她觉得眼前的男人 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便决定双方结拜为兄弟 仅仅一晚上的功夫 丈夫的心就像坐着过山车 一下跌落谷底 一下冲上云端 突然又一个乐极生悲 丈夫竟晕倒原地 一件差 是因为长期酗酒长了个瘤 需要立刻手术 不过手术费不用筹 因为她促成了一笔大生意 经理慷慨解囊 钱不用担心 放心做就行了 会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 儿子忽然现身 原来 她知道了老师对她作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而心生愧疚 再加上老师适时的心灵鸡汤 考试对你们来说 是人生中无数次挑战中的一次 重要的是 每一次你面对他的游戏 儿子终于解开了叛逆的心结 看着父亲在危机时刻 还在为自己加油骨气 儿子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考场 竟最大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终 他成功地战胜了自己 考取了还算不错的成绩 丈夫也顺利战胜病魔 身体慢慢康复 而女人则获得了 有奖问答的总决赛第一名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国产老喜剧类型 虽然结尾也包了饺子 但过程 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电影考试一家新聚焦考试 却又不仅仅是简单的考试 而是人生各个阶段 所面临的难关 父亲四处求职 母亲三代各种 意志尽在博奖品 儿子面临高考 大则的茫茫怒度 可是又不得不慢下来 想想人生 经历过高考的人 大概都很难忘记 那些不眠之夜 似乎这是最后一次 相对公平的竞争 那在面临的考卷都一样 付出多少得到多少 可焦躁和忧郁 却依旧存在 再加上青春期的荷尔蒙 在那种长期压抑的境遇下 实在有想随时爆炸的感觉 而并不理解 这种释放压力的途径的父亲 却在这方面表现出了 极大的矛盾 他一面主动给儿子塞钱 想让他光明正大 毫不吝啬 一面却又责怪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强迫他去接受心理治疗 他虽然笨拙 不懂如何跟儿子沟通 不懂如何维系这份父子情 但他却用父辈最沉稳的方式 默默承担着一切 好像对他们那代人来说 精神崩溃都只是焦如造作 生活要过下去 钞票要挣下去 伸缩一口香烟 大喝一口枸杞茶 也就硬着头皮扛了 不过家人就是底线 所以他对那只手提包特别上心 但他能做的也仅仅是一句 你为什么要算我的帮子 而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父亲 能想出的所有指控了 就再说到这个家庭里的妻子 母亲 这个精明却不高明的女人各种鸡毛蒜皮 各种鼠目寸光 靠着有奖精彩 和占各种小便宜过活 可你却不能指责他 因为他这样的性格 是由逼则又局促的生活条件所造就 在那个洗澡都要众人挤 公用澡堂的时代里 坐公交车都要精打细算 怎么组合才是资源最优化 想要在生活过下去 就必须斤斤计较 可以就是这样一个计较的女人 却愿意在有奖问答赢了之后 主动放弃价格更高昂的洗碗机 转而为丈夫求一个体面的公文包 这种情节第一次看会发笑 等这个桥段过了后 或许才会觉得心酸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就是国产老喜剧总令人回味的点 这些喜剧角色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而是真正贴地气的 一个时代的真实缩影 一目时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